好 谢谢泽瑞 再来我们看到这游行 靠近终点的地方 忠孝西路 目前现场状况又是如何呢 马上请仲翔带我们尝过 好的 各位观众 没错 今天就是我们 台湾英雄游行的举办的日子 那现在呢 我们的英雄们是在总统府 与赖清德总统会面 在稍后的三点钟游行 才会正式开始 那虽然早了一点 不过呢 我们已经在做好准备了 那这一次游行 有一个特别的口号就是 奥运英雄荣耀同行 所以等一下大家 在游行开始的时候呢 可以喊出来 那虽然呢 时间还有点早 不过呢 我们有看到 就是我们位在的终点站 忠孝西路这边 在天桥那边呢 已经有聚集不少的民众 在那边先行卡位了 就是要迎接他们 喜欢的选手们 那当然记者我也准备好了 我准备了一些应援响物 包括这一次 2024奥运的吉祥物 佛里吉他的徽章 还有他的玩偶等等 可以迎接我喜欢的选手们 那当然如果民众 如果在现场提前来的话 没有准备小物没有关系 因为在路径不同的地点 总共有7个点呢 在现场会发放旗帜 包括小国旗啊 还有英雄的造型旗帜 可以让民众来索取 所以等一下在游行的时候 看到自己喜欢的选手 可以朝他们挥舞并且喝彩 那在稍早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拍下了 有民众在索取这些旗帜的画面 那根据了解是在2点半的时候 会正式发放这两款造型的旗帜 提供给大家 那在3点的时候 才会正式开始 所以在3点开始前呢 其实民众还是有不少时间 可以稍微准备的 那以上是我们在现场 掌握到最新状况 我们再把镜头交给棚内 谢谢大家